我是王瑞瑶 现在人在夜上海台北店 跟大家分享圣煎包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要采访 中国第一位点心女状元 葛贤二 葛师傅 葛大师 结果人一做定 葛大师就做了圣煎包给我吃 我应该要怎么讲呢 其实圣煎包在台湾在早期有家店很有名 在永康街叫高际 可是高际自从转了一个新形式之后 他把圣煎包放在铁板之后 生煎包的底就变成一个硬皮了 而且也没有新鲜鲜做的味道 可是我今天在夜上海吃到生煎包还蛮吃惊的 吃惊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生煎包的底 因为看到煎成这样子 然后我想要咬一口给大家看 刚刚葛大师叫我咬一口的时候要很小心 因为会有支泵出来 好 我要咬啊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夜上海的生煎包 这个是由葛行二师傅所指导的生煎包 可以倒出一汤匙的汁 而且这个汁非常的清澈 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已经晚吃了 刚才这是吃第二个 吃第一个的时候是满满的一大汤匙 葛大师说 这他敢保证 这是全台湾最好吃的生煎包 他保证我也敢保证 你所收听的是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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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